相识于金秋 作别在今夏 匆匆四年转瞬即逝 今天上午 区富师范大学举行2023届毕业典礼 10382名区师大学子将与区源的故事挥手道别 用初心和梦想点亮脚下的万里前程 现场的情况如何 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身着学位服 头戴学位帽 有序排队 逐一剥碎 颁发学位证 在台下看到台上这壮观的一幕 很难不为我们优秀的毕业生鼓掌喝彩 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2019级新生刚入学的时候 还记得校园那条覆上的内容吗 那转眼间 他们已经从毕业典礼的看客 变成了毕业典礼的主角 刚才毕业生们是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 并且进行了发言 表达出了对母校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刚才张洪海校长也是对每一位屈原学子 说出了心里话 希望屈原学子在今后的人生大陆上 能够写好大我 担当大任 长修大德 我想这是对青春的铭记 也是对未来的誓言 屈原是一个有光就有人读书的地方 那在我身旁的这四位男生呢 他们来自同一个宿舍 今年全部考研成功 我想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 你们好 你好 我叫苏琪 今年成功上岸天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你好 我叫仁科 今年成功上岸京津大学 你好 我叫孙艺 今年留在区武士文大学读营 你好 我叫孙涛 今年成功上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首先祝贺你们 那有人就说你们宿舍的人为什么这么厉害 遇见光 追逐光 成为光 其实我们宿舍都认为考研 它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讨论问题 也一起向着我们的梦想努力 最后我们也都成功了 我认为这段日子是我们非常难忘的 也是对我们人生有一定意义的 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 你们会怎么说呢 总的来说我们有明确的方向 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行动力 祝愿2023届毕业生毕业快乐 好 谢谢你们 那今天在这样一个分别的日子里 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有话要说的 你好 你好 我是七福书丸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高歌 2023节的校友们 感谢你们把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屈原 走出校门 你们不仅要传承乐学读学的屈原精神 更要践行先贤的理想和信念 带着梦想和责任分享未来 好 谢谢您 我觉得您的叮嘱学生们都记住了 那今天在这样一个收获的日子里 我们总觉得时光过得太快 相距总是太短 纵使有万般不舍 依然要扬帆远航 让我们互道一声 珍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